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一样 我们带人在此布阵 请道友拿上这张单子去南北货站 装作替我等采买东西 试试将它引出来 只要它敢现身 我等立刻赶来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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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莫不是去追鬼的 舰长买了这些 不知道 只知道 要不是我跑得快 恐怕已经死在村子里了 你过来 你过来 的确 有事想求 你能不能先不要将此事告知西兆婆的那两个丫头 你也是她 她是我寡嫂 这里面故事有点长 这件事情我想自己解决 不想劳动那个崔远之 是 你随我来 我慢慢告诉你 九尘现任武席靖弥勒 实力之强 连罗诈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却不知为何 一眼看中了兄长段凤阁的席位 按照天机九尘的规矩 我兄长必须以时任第五席的身份应战 结果 却死在了静弥勒手下 那静弥勒是个呆子 从来都是姓崔的让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我兄长向来为人低调 若不是姓崔的有意教唆 她怎么会指名挑战区区一个第五席 崔远之害死我兄长后 还来断家灭口 叶夫相爱财 劝说姓崔地留了我一命 让我进入天机九尘 换我嫂子活命 但她从此不得再入中原 我父母嫂王是凶嫂待大 一夕之间家破人亡 你都不换过 我父母嫂母人 我乱下去都不想 别如果不忍妥 紀念首都不敢 然后不顾身 奶狗 不想要求我 那这个阜值都不知 其他幼儿 выбив者 不许不想见 我还是想当面与他谈一谈 只是他一直不肯见我 这里又遍布崔叶二人的眼线 只有你才能助我一臂之力 我还有几个不太得用的人手 让他们去送 他方才往苑林去了 你帮我过去看看 不要惊动旁人 不帅 救命啊 救 救人啊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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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做宋阁的古石在哪儿 你想清楚了 你是凤阁的护卫 决斗之日也在场 怎么可能不知道战况 老实交代 不然我就抽干他的血 不知道了 他们都打到贺孤林去了 我也没有跟过去 贺孤林 很好 你可以滚了 许久不见你回来 也不见传讯 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住 不过 他问我兄长的骨质下落 是要做什么 我传讯清灯新来救人 我们去贺孤林 这样不是正好吗 之前他除了报复 其余目的不明 眼下正好有了线索 引他致我兄长目前 说不定还有机会谈一谈 我已为他护住心脉 至于之后 我会亲自来向清灯新赔罪 这是血淫乱破咒 你看到那边的阵法了吗 这些妖怪 就是受阵法影响 我来破阵 你为我护法 俺有时候听说 我后面的 32% 就是 叻 我 我 告訴你 哼 终于不躲着我了 旁边那个小朋友看着一身正气 你带着来 是要大义灭亲喽 兄长已经入土为安 你何必搅扰他的安宁 当年我与凤阁泥水成器结为道旅 本想白头贡劳 或是一同得道非生 可是呢 崔远之毁了我们去龙凤血的大忌 还害死了凤阁 而你这个白眼狼 却助纣为虐 嫂子 你要我为兄长报仇 我做了 可崔远之实力强横 报仇非一日之功 何况你和兄长违背祖训 休息人血练成禁术 进入天机九尘 就为了猎取帝王血脉 她毕竟是我嫂子 住口 看来你已经被崔远之训成了一条皇家的狗 算了 凤阁的骨质我已经拿到 你阻拦不了我 你报不了仇 那就我来 她要把兄长的骨质炼成血甲 快阻止她 你 你的良心啊 段风楼 你开胚性断 你 我没让你被崔远之抓走 嫂子 兄长的骨质还在 你 收好吧 这次多谢你 嫂子她根基尽毁 不会再出来作恶 这里之后的事 就交给我处理吧 有什么好交代的 杀兄仇人 我和她的仗还没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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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